馬克·莫拉諾談到 綠色新政是政府走向極權主義的信號 莫拉諾認為 綠色新政是為了控制社會而非環境 绿色新政是激进主义者 彻底改变社会的计划 莫拉诺说 绿色新政是资本主义大重构的序曲 莫拉诺认为 应该挑战绿色新政的叙事方式 新唐记者凤华 田瑞综合报道 新唐记者凤华 田瑞综合报道